这个雕性 很多朋友 尤其姓雕的朋友 有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种感觉 觉得这个雕性不太好看 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历史时期 有一个样板戏里边有个主角 谁都不太喜欢他 叫雕的义给闹的 但是其实姓雕的朋友 完全不必有这种想法 因为从历史上来看 这个雕都不是本性 什么意思呢 姓雕的人最早都不是写成这个雕的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 雕性不大 但是它的来源非常复杂 也特别吸引人 它的第一个来源 来源于姬姓 是出自周朝的时候 有个诸侯国 叫雕国 这是写成哪个雕呢 雕刻的雕 或者咱们说 天上飞的那种大雕 那种鸟 是写成那个雕 古雕国 它在哪里呢 在今天咱们陕西省 延安市 甘泉县 道政 南家川这一带 换句话说 在延安那一带 古代有个雕国 这个地方 在商王朝的时候 是被一个叫鬼族 这有点吓人 但就这么叫他 其实就是一个兄弟民族了 这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 是鬼族居住的地方 延安地区 因为在过去 盛产一种鸟 这个鸟叫胡雕 所以呢 这个地方以雕著名 周五王灭伤以后 就把他的兄弟之一 封在雕这个地方 所以就有姬姓雕国 这个地方在历史上 发生过非常有名的一场战争 叫雕阴之战 我们读过一点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雕阴之战的意义在哪里 经过这一战以后 魏国在军事上走下坡路 黄河以西的地方 从此属于了秦国 换句话说 今天延安这块地方 过去属于魏国的 经过雕阴之战以后 归属秦国 所以雕这个地方在过去挺有名的 那么这个雕国的子孙 很多就姓雕 但是后来都改成了这个雕 因为那个雕写起来太复杂了 后来就写成了这个雕 这个雕笔画比较简单 这是一个 第二个源流是出于职业 古代啊 雕人之后 雕人是一种职业 主要从事雕刻 从事这种工作的 那么这个后代呢 最早都叫雕人士 所以过去有个复姓 叫雕人 但时间一长以后 就变成了 把人给去掉了 就叫雕士 原来也是雕刻的雕 但是写到最后呢 也写成了这个雕 简化 原流山还是源于姬姓 这个不得了 是谁啊 是春秋时期孔子的门生 七雕开之后 孔子这个门生是非常有名的 七雕开 我们知道出生在公元前五百四十年 哪一年去世的咱们不太知道 是鲁国人 他是孔子的学生 而且在孔蒙地址当中 以德性组成 道德修养非常高 而且还是七雕士之儒的创始 什么意思呢 孔子以后 儒家还分了好多派 诸子百家 我们知道这个儒 道啊 阴阳等等等等 末 但是儒这一家 后来也分很多字 其中有一支很重要的 就叫七雕士之儒 而这个七雕开啊 曾经受过刑 无罪受刑 被冤枉了 所以他的身体啊 是有残缺的 但是他毫不气馁 在孔子门下 专攻古代典籍赏书 历史上称 七雕开有种美德 叫勇者不拒 主持正义 刚正不阿 那么在这个孔蒙 重要地址的后裔当中 他们慢慢就一个姓 叫七雕士 是个父姓 后来就变成了七士 所以现在姓七 由七的七啊 刷由七的七 姓七的跟姓雕的 其实都有关系啊 那么分成了七士和雕士 七士一直传下来 就姓七 姓雕的那一支 其实也是雕刻的雕 但是最后也简化成 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一般通行的这个雕 第四个源流 源于江姓 出自春秋时期 齐国君主 齐桓公的进城 他非常贴身的一个城市 叫树雕的后裔 这个树雕啊 非常的有名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 但是呢 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 不太高 他这个雕是哪个雕 雕皮的雕 当然咱们不提倡啊 不提倡穿皮毛 但是很多女孩子 都有雕皮大衣 是那个雕 树雕 那这个人当年很厉害了 这个人曾经啊 自公 就是自己给自己行了公行啊 把自己变成了 后代所说的太监 他在自公以前 他生育有两子一女 所以他是有后代的这个树雕 他的后代就姓雕士 那个雕呢 就是雕皮的雕 不是雕刻的雕 这个雕现在还有人姓 但是极其罕见 绝大多数的子孙 又把这个雕改成了笔画 很简单的 现在流行的那个雕 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而且这个雕就是姓雕皮的雕的这一只 在唐朝的时候 在唐朝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大量的改姓成丁的 改姓成丁式的 原流五 跟刚才那个树雕一样 因为树雕 他姓江 他名字当中有个雕字的 但是原流五不是 就是雕姓所管 雕皮的雕 当时齐国就有这个人 叫雕博 旧姓雕皮的雕 他的后代呢 也把这个改成了 笔画比较简单的雕史 第六个原理 源于白浦 这个族现在已经不在了 大概是很多民族的一个结合体 白浦族里边有一个国 叫雕体国 这个国在哪里 现在不知道 有的学者认为 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 换句话说 位于今天的 广州这一带了 甚至有的学者认为 雕体国在今天台湾省 或者今天的海南省 过去有过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他的子孙 后来也姓雕 但是最早也是写成雕刻的雕 这是一支 原流七 那就太有趣了 就这一支 一开始就写成今天的雕 他不是从笔画比较复杂的雕刻的雕 或者雕皮的雕简化而来 而是一开始就写成这个雕 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很有意思 雕 是秦汉时期的一种军用品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好像今天一个小斗 一个小锅 就家里煮奶的 我们小时候还都有 现在我不知道用不用了 煮奶的一个小锅 后面带一个瓣 这样的一个锅子 这个呢 叫雕 过去叫雕斗 白天 一个人煮饭 一个人吃的饭正好煮一锅 是当兵的都随身带着的 晚上派什么用处啊 打金用 晚上不是要巡逻吗 平安无事咯 就打那个雕 那么白天是雕 晚上是斗 所以我们汉语当中有个字叫雕斗 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雕今天依然沿用 几千年了 反正我小时候都见过 折叠饭盒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过去这个铝制品的饭盒 你直接拿不是闲烫手吗 它有个折叠 一个霸一扣 举着 这其实就是雕 那么在做这个雕的 这个机构 或者说这些工人的后代里面 就有人姓雕士 这是原原本本就这个雕子 那么其他的源流 我们知道 有大量的源于兄弟民族 后来改姓改过来 比如说源于匈奴族 源于突鹊族 比较特别的是源于歹族 歹族在明朝的时候 云南有一个吐司 歹族自己民族的官员 世袭的 那这个吐司呢 叫刀士 一把我们知道 歹族朋友姓刀的特别多 大概是写额了这个字 因为咱们想这个刀 如果一不小心 汉字写的不好 就写成雕 所以刀士后面 有些人姓雕 这个很有意思 那么这个在 歹族朋友当中比较多 比如源于满族 这个也是相当多的 我们知道满族和蒙古族 很多后来都改了汉姓 那么他们改过来的汉姓 是非常非常多 里边就有雕士 还有一个来源 特别有趣 跟我们的一个成语有关 它是源于官位 怎么说呢 在汉朝的时候 五品以上的武将当官 那比如在清朝 是顶带花林 顶子不同 什么颜色的顶子 一品 红的 对不对 四品 蓝的 但是在汉朝的时候 它不用顶子 用什么 用雕尾 用这个水雕 这动物的尾巴 作为装饰 那是级别比较高的武将 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 当然以此为龙 就有的子孙就称雕士 雕皮的雕 是源于官位的 源于种官位的标志 后来就简化成这个雕 我说这个姓 跟一个成语有关 那个成语 狗尾续雕 说古代这个官太烂了 后来封官许愿太多了 那么你到了这个级别 我就得钓一个雕尾 哪有那么多雕 虽然古代这个雕 还比今天要多 对吧 野生的 但是你也抓不着 所以没有这个雕尾 但是又得用这个装饰 很多人就用狗尾巴 冒充雕尾 装在帽子上 所以狗尾续雕 这个典故事这么来的 跟这个姓有关 雕性来源如此复杂 所以说明这个姓啊 不一般 里边蕴含着 很深厚的一种文化的信息 雕性最早的发源地 我们前面讲过了 比如在今天的延安这一带 或者在今天的山东这一带 其雕开就是鲁国人啊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的雕国 那在延安这一带 总之在北方 汉末 三国 魏晋时期 雕性在渤海郡和红龙郡 都发展得非常兴旺 成为名门望主 那这个呢 依然是在北方 到了五湖十六国时期啊 中原大乱 竟是被迫难渡 西境就变成东境了 那么渤海 饶安人 那么渤海饶安是哪里呢 今天的河北省孟村 有一个人叫雕邪 就随着晋朝啊 避难 难渡 而且呢 一直当到了赏书令 当过很高的官 他的子孙 显贵于朝 他的孙子雕魁 一共兄弟三个 后来经商 发家 有奴仆数千人 良田数万情 那么这个呢 当年是非常非常厉害 形成一个巨大的巨落 后来统治者对这一支觉得有点害怕 因为你又有钱 又有人 人口众多 那万一你造反呢 所以有发生了一次刘豫 诸刁民 这个刁民 我们经常讲 你这刁民 这个坏 不老实 叫刁民 但是刘豫杀刁民那一次 正杀的 姓刁的 这个家族的人 这一次屠杀以后呢 已经跑到南方的刁姓啊 又有一批回归北方 那么从这个开始我们知道 原来在北方 南渡到南方 南方形成一个大的巨落 又被屠杀 又有一批折返到北方 到后来五代的时候 慢慢的我们发现 有一支刁姓 就开始落集在今天的南京 慢慢的迁到了正将 总之 唐末五代开始 刁姓大规模南下 我们发现已经在湖南 这样的地方 就看到有刁姓人聚聚 到了今天 刁姓当然 虽然不大 这不是一个大姓 但是依然是在全国都有分布 贵州 湖南 刁姓最多 这两个省的刁姓 占了全国 刁姓人口的 当然我们讲 全国汉族里边 刁姓人口的 百分之六十四 换句话说 大致三分之二的刁姓 集中在贵州和湖南 已经变成一个南方的姓氏了